高雄师范大学地处高雄市蛋黄区中的蛋黄区 其中女生宿舍就位在商圈的黄金三角窗 由于一楼教育厅已经闲置十多年 具有非常高的活化价值 去年由建筑师设计并且进行耐震补墙 完成基础工程之后 今年初成功引进厂商投标 改建成咖啡面包店 校方收租和业界共创双赢 优扬秦深在国立高雄师范大学 知心楼一楼三角窗 想起为新开幕的烘焙坊带来喜悦与祝福 开幕首日就吸引周边居民和学生 路易不绝抢口架上美味面包 需要附近而已所以就很方便 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来购买 这一间就是吃了它不会脏气 然后又好吃 然后很多都是营养的面包 所以其实我蛮喜欢 高师大校长吴连赏 餐饮集团董事长许正吉 及世界咖啡冠军吴泽林等都位会逼 共同剪彩建筑开幕 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有很好的动线 然后你可以学习所欲挑选 你最喜欢的东西 然后我们把所谓的健康 美味美感把它放到这家店里边 高师大这个美学角落跟黄金三角窗店面 能够发挥价值 我想也可以造福我们高师大的师生 那帕萨也同意能够通通打折 那未来我也承诺很多的外宾接待 很多的宾客我们都会移到这里来 面包店就坐落在文化中心正对面 出创设计结合书箱与面包箱是具意向 室内空间则以补选蓝白黑等中性色调 搭配浅色木质装潢 整体充满校园清新氛围 而主角面包西点也会搭配季节性食材 迎接未来快到草莓季的时候 那我们会推出一个草莓季的商品 然后把在地食材的一个特性 跟一个好的优越性去把它发挥出来 然后也让各位消费者去品尝 咖啡达人现场教学咖啡冲泡技巧 一口香醇咖啡搭配美丽面包 餐饮集团首次进驻草莓就选择高师大 除了提供草莓师生用餐先选择外 相信也能带动草莓与周边社区连结 营造品味生活与美食的全新空间 记者李超龙的兽君高层报道